判五年 因为糖尿病是最适合逆转的一个疾病 但是现在的医疗以及糖尿病 可以说是利利兰兰 56岁的刘一鸣从美国阿根廷学成归国后 成为外科名医 靠着自创的逆转疗法声名大噪 在网络上拥有大票的粉丝 不过有病患出面投诉 接受疗法后疾病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更加严重 三个月内花了15万元 病情却不断恶化 病患跟指控刘一鸣只是在卖直销产品 却谎称是逆转疗程所需的药物 投诉人指控这些药物其实就是 十颗营养品 三个月的分量甚至药价七万元 血栓患者在提出症状加重时 刘一鸣却建议不要去心脏外科回诊 认为持续跑步配合诊所开的保健品 就可以逆转病情 就是会在这栋大楼三楼的诊所医师 被指控使用逆转疗法诈骗钱财 台北地医院一鸣七罪正式起诉 在26号审结判决了五年有期徒刑 实际前往刘一鸣的诊所 大楼警卫透露人早就已经搬离 但记者致电诊所还是有相关人员接听 并给出刘一鸣医师本人电话 但直到结稿前都没有接听 三楼家文王配话台北